韓國瑜被罵土包子這件事情 現在情緒上面是很在意的 滿氣憤的 因為罵韓國瑜土包子 感覺好像就在罵整個高雄人 都是土包子 你有被罵到的感覺嗎 我也覺得好像自己是土包子一樣 不過剛剛像第一個 錢金的狀態來講的 做得流汗 人生不得流汗 這個也是我們南部人 最不能接受的 像第二個小港的太太也說 說他如果一隻牛 有每天在拖子在這裡拉 那我倒是覺得最奇怪的一點是 其實民進黨從韓國瑜市長 在選市長的時候 做法就跟蝗蟲燕線的做法 幾乎都是如出一策的 你說他們沒有學到教訓 我覺得他也沒有學到教訓 他從這樣酸言酸語 或者抹黑他 造謠他 當時他也不是市長 所以他也沒有任何行政資源 他也不能夠做任何事情 然後他11月24號當選 12月25號正式的接任高雄市長 到現在短短還不到兩個月 57天 57天而已 那從這個燈會就好了 從這個這麼過年半的 在這10天的燈會裡面 剛剛秀玲也講了 從捷運到輕軌 我的手上的數字 從我們高雄市捷運局給我的數字 從除夕到初六就好 就去年是放到初六 如果已到今年也是初六的話 捷運多了20幾萬人做 輕軌多了5萬人做 加起來多了將近30萬人做 這個大宗運輸系統 大家知道說 他辦了這樣一個經營盒的 這樣一個過年的一個 這樣一個網會一樣 整個讓高雄整個熱絡起來 有燈會 有經營財寶夜市 大家都覺得發財了 今天又有蘭寶石的一個秀場 做一個很完美的Ending 我剛才仔細看的那個場合 是我們那個加分夫人在現場 很明顯我相信韓市長是 身體不大舒服 行程也太多了 卡不過來 行程多 整個高雄市服務員又很廣 他到每個廟去發紅包 然後他到每個地方 前幾天還去 去永安那邊就夜宿 就是在那個海邊 在漁港夜宿 他其實很堅持 他一定要去做這些事情 每個月找一個地方去 聽聽大家的聲音 聽大家的聲音 上個月是在孤兒院 這個月是在漁港 他認為說 這個是他答應過要做的事 而且這個是非常重要 要做的事情 所以當然一當選之後 遇到了過年 過年又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他一定要把它 咬著牙根把它做好 所以全高雄市的人都看到了 我相信全台灣的人也看到了 但是為什麼 我覺得黃崇燕也好 或者是好幾個民進黨的人士 為什麼在他 一直要再針對他在酒吧 提出了這一點 前三計畫預算被人家卡住 然後委員會被人家取消這個事情 不要去針對 到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而一再的要去 我覺得酸言酸語的 我覺得今天大家討論的最 可是你們高雄的民進黨立委 很奇怪 都沒有人到處來講 林元 林元是誰的選區 為什麼他的捷運被卡了 他完全沒有意見 林代化委員 也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對不對 今天其實在高雄市 大家最常在整個 高雄市在討論一個問題是 那一天到底這個直播 韓國瑜有沒有喝醉 因為他一直被人家說 他是一個酒醉的 然後講了很多的 胡言亂語的話 可是那一天大家發現說 他即使憑那個調酒 也是憑了一兩口 很清楚的 為什麼我覺得 民進黨要把這件事情 一再過度的放大 一再過度的放大 甚至罵人的話都講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點 就像剛才那個莊太太講的 做得流汗 險得流汗 這是我覺得南部的人 最無法接受 就像剛才那委員也講 他是來自屏東的 第二點是 民進黨為什麼從選前 到選後現在 一直還是用相同的手法 一直用相同的做法 到底他們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的副院長陳其邁 他當初在落選的時候 他講的最大的 就是大家覺得最暖心 就是他熱愛高雄 他絕對不會離開高雄 所以當高雄的預算 被卡的時候 身為行政院的副院長 就應該第一時間 來捍衛高雄人的一個權益 然後不要講那幾席的 八席的立委 我們的賣賣就應該先站出來 可是顯然他在這個部分裡面 還是沒有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聽到這個聲音 陳其邁你不是要來幫我們高雄 捍衛這個權力嗎 你都已經位居在蘇貞昇旁邊的 第一號大家為什麼沒有聲音 這是引起大家一個質疑的 我不需要先回到黃崇燕這一件事情 立文當過發言人 不管是時代怎麼變 不管網紅還有大家整個模式是怎麼樣 你看世界各國 身為國家的發言人 用話一定要精準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不是嗎 這是一個最精準的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法 你能夠徹底的表達 總統的一個意念 所以今天不是說 你用土包子這三個字 總統就馬上把它撇得乾乾淨淨的 我必須要說我是南部人 我們以前小時候 從南部到台北 最討厭被人家罵成土包子 土包子就是我們南部人的特徵 你爽 你是偷包 怎樣 剛好 所以今天你在台北之字 來罵我們高雄人是土包子 你讓我們又回復到過去 我們不夠時尚 我們不夠流行的 這樣一個感覺 它是有點鄙視高雄人的 所以而且這句話 是完全出自於行政 就是總統府發言人之口 我覺得蔡英文不能用這樣子 這兩波清潔的方式 就把它放過去了 純如剛剛大家所提到的 組織是什麼樣子 就會看下面就要怎麼樣來去看 當整個的政府政治 都完全用網紅的方式 用直播的方法 用這種非常潛諜 非常快速 十秒鐘之間就要競爭的方法 你怎麼期待它下面所用的人 不是根照組織的一個意念 跟節奏來去走 所以也不是沒有人 而是目前為止 民進黨的風格 就是要符合很多人認為快 然後又不準 我們要說快很準 它是快很狠但是不準 好不好 用這個方式裡面 來呈現它的訊息 當然會引起很多大家 不一樣的一個批判 我只能說韓國瑜 他今天所講的每句話 都是府 願 層級的回應 如果你要把韓國瑜 通透到這樣一個層級的話 那你只能把韓國瑜的聲勢 真的只能說越打越亮 越打越紅了 不知道 到時候 無論如何 我們無論如何 我的想法 都來不見 我們far ded 我們可以 謝謝你 我們可以